所謂內視鏡其實是一支圓鏡 它有一個發光的貼紙 因為我們可以用內規鏡除了做檢查 看腸道或者器官裡面的情況之外 我們甚至可以用內規鏡的方法 去將癌症完整切除 病人就不需要做開刀的手術 本節目資訊由人樂醫療集團提供 Hello 大家好 今集又有手術的做麼雞 和我為大家繼續帶來的知識 雖然疫情已經有緩和跡象 不過大家記得不要鬆懈 記得要少外出 勤洗手和戴上口罩 是呀 Hello 蓬蓬 大家記得不要鬆懈了 但我也想問戴口罩和治癡有甚麼關係呢 這件事呢 醫生既然來了 不如說說我們今集要帶甚麼 外科知識回來 不如說說內視鏡 內視鏡 內規鏡我就聽過 內視鏡究竟是甚麼 其實是同一件事 不要緊 我們繼續 其實內規鏡是否手術來的 我們都可以算是手術的 只不過是醫生利用一些科技的方法 將一個軟鏡放在人的身體裏面 幫助我們診斷和做治療 所謂內視鏡其實是一支軟鏡 它有一個發光的Tip 還有可以有些按鈕 讓我們可以上下左右的動作 很多時候我們會利用內規鏡 擺在我們身體的不同位置 例如腸胃的地方 膀胱 或者氣管鏡 我們都可以幫助我們醫生 去做觀察 例如腸道 氣管裏面的情況 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做一些治療的方法 例如我們切除息肉 止血 都可以利用內規鏡的方法 讓我們醫生可以做到治療方法 而病人是不需要開刀做手術的 其實我以前一直都以為 內規鏡只不過是一個檢查的手法 其實如果剛才聽你說 又可以做檢查 又可以做一些切除手術 其實它是否只有一種 還是它都有分不同的類別 內規鏡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 可以是一些診斷性的內規鏡 又或者我們剛剛說的治療性的內規鏡 一般來說 我們在講例如診斷性的內規鏡 其實各種類都很多 我們最常見的有胃鏡 大腸鏡 膀胱鏡 甚至氣管鏡 甚至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例如我們腹腔裡面有腹腔鏡 子宮裡面有子宮鏡 變成的種類都很多很多 我以為只有胃那些才是嗎 我只記得第一印象就是胃裡面的內規鏡 我不知道原來內規鏡有分這麼多種 其實都有的 除了診斷性的內規鏡之外 也有治療性的內規鏡 因為我們可以用內規鏡 除了做檢查 看腸道或者氣管裡面的情況之外 當例如醫生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組織來做化驗 又或者當例如我們見到大腸裡面 有個色污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大腸的色肉切除手術 止血 甚至如果說 例如一些氣管 胃或者大腸裡面有些早期的癌症 我們甚至可以用內規鏡的方法 去將那個癌症完整切除 病人就不需要真的去做開刀的手術 避免了一次大手術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比較現代的 一些內規鏡的應用方法 鄧醫生 是不是所有手術都會配搭內規鏡來做 都要視乎是甚麼手術 例如我們平時說的微創手術 很多時候都會用腹腔鏡來幫助我們做手術 腸胃手術 當我們要觀察腸胃裡面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有時都會需要用內規鏡來幫助手術 不過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有些地方需要慢慢消化 始終大家都不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不要緊的 我們等下一集回來 我們繼續問鄧醫生 關於其他內規鏡的知識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 下一集又有鄧醫生跟我們說大腸癌的事 大家如果對外科資訊有任何的查詢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請id這條生 Out preguntas 下次再見 就稍微說話 阿愛 Martin 她對外科資訊 knows 我今以為對外科科使 至少